首译、听众、观众每一年 各位特别友大家好,我是杨奥棠 我们今天,готов天壘股市操作 要讲的主题是,年底行情操作策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利多和利空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10月PMI 就是採購性能指數是55.5 創了20個月的新高 表示美國現在也是往擴張這條路走 第二個 台灣10月的出口值322.3億美元 創歷年來的單月新高 非常非常好 11月聽說也還不錯 所以事實上來講 我們的基本面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還偏向好的一面到年底 第三個 美國輝瑞藥商公佈新冠肺炎的 病毒疫苗成功率有90% 所以美國股市道窮指數大漲 但是科技股卻回跌 不過亞洲股市大部分都上漲 第四個 台灣10月的PMI是59.9% 比上個月成長了1.6% 連續四個月擴張 所以它也是往擴張這條路走 我們台灣 所以台股的基本面其實是還不錯 可是股價漲到這裡就有的股票漲 漲多了或者是漲完了 就不太漲了 第五個 金貢前三季獲利突破3000億 比去年成長2.5% 金貢股之前下跌 現在有點補漲的味道 等一下再看K線圖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利空 第一個 歐洲第二波疫情很嚴重 德國跟法國都實施封城 西班牙好像也有部分 現在疫苗出來了 看看什麼時候能夠普及 這裡可能還要拖一段時間 第二個 金貢海旺放款的貝禮代賞創新高 意思就是在國外都踩雷 所以貝禮代賞創新高 不過金貢還很會賺 所以貝禮代賞是為了打財中用的 打完代賞還能夠賺那麼多錢 還算不錯 除非有新的代賞出來 第三個 美國企業高層狂賣股 創五年的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亞馬遜的老闆 他已經賣了 100億美元的亞馬遜 這個大股東這邊 3000多塊美金 隨便閉著眼睛賣賣 都很多 股神巴貝特 他上一季也就是七八九月 賣了40億美金的蘋果股票 其實有很多的大戶高檔 都在逢高做調節 所以事實上來講 資金行情越往上 可是這裡有很多高層 卻開始分批的往上賣 因為他也不知道行情會漲到多少 第四個 受選月九月也是逢高減碼 超過1000億元 因為受選部分有一兆多 那先才減少1000億 還好啦 不過還是會賺成潛在賣壓 他們是高出低進 那因為金額很大 所以他可以逢高賣 下跌的時候 急跌的時候就逢高減 這是一個大資金操作的模式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油價 油價本來拜登選上了 然後油價突然大跌 因為他比較注重風力發電 太陽能 也就是再生領域這一塊 對石花葉而言來講 是比較不好 那昨天新冠疫苗消息出來以後 油價又占上了40元元 因為航空股、旅遊股 他們都上漲了 因為大家又可以出去了 但是還沒有開始 可是股票都先漲起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國際股市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稻窮 稻窮昨天漲了800多點 最高漲了1600多點 這個創了歷史新高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不過昨天他是收一個 黑K線 而且是長上影線 爆大量 那這個高點 如果三天不過高 那就要小心 因為他是漲勢的末端出現 爆大量 收長上影線收黑K 意思是什麼 一下子漲了那麼多 有大幅一定會逢高調節 如果說三天之內無法再創新高 這裡就要震盪整理 那小心就會走弱 意思就是說 這裡要小心是買盤捷徑 因為這個地方是不是捷徑缺口並不確定 但是呢 一定是爆大量收長上影線很大 所以要觀察 那因為疫苗的利多 讓這個股市上漲 漲這麼多 的確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那因為 對美國的銀行股 航空股 一些疫情受害股 現在就大反彈 所以造成了暴重指數上揚 那電子股的指數呢 昨天的納斯達克是開高走低 還跌了181點 跌了1.5% 反而科技類股呢 出現了較大的下滑 資金呢 就是賣掉高級期的科技類股 去買低級期的傳產股 包括費城指數 都是如此 它也是跌了1.2% 那這個 像 納斯達克呢 這種就是吞噬線 三天之內不回補 三天之內不創新高 這裡也要小心 因為也是前波高點 也是壓力區 那因為這個缺口還沒有補 那看你觀察一下一下 不過這個K線 都是不太好的K線表現 所以要注意一兩天 後來走勢 如果往下走弱 那就要小心 那費城巴林是創新高 費城巴林是比較強 因為前低還沒有破到 這個缺口也還沒補 基本上它是比較強 那剛剛的是吞噬線 這個是貫穿線 開高走低 跌破長紅的一半 這個呢 在高檔呢 都有指掌的味道 除非能夠把這個黑K吃掉 那SP500呢 也是一樣 這個呢 是屬於流星線 高檔出現這一根都流星線 所以不創新高都要很小心 那我看一下其他的 先看歐洲 歐洲呢 昨天它大漲了610 這個是德國 漲了4.95% 漲了615% 因為他們也申受疫苗所苦 而且還封城 所以這個大利多而已 對他們來講 很需要 這漲上來已經到前波高檸附近了 算是跌真板壇 但是呢 這樣的極拉 就要看看 過了季線以後 要守季線 就不能再往下跌 因為它畢竟是破前低 只不過它是怎麼樣 破底穿頭 創新高 那這樣可以 法國呢 就比較強 因為它對它屬於相對的低檔區 昨天的一根長紅 漲了7.57% 算是歐洲是漲幅最大的 因為他們現在疫情呢 是受害最嚴重的 經濟活動呢 都受到很重的傷害 我們看看 雅股 我們現在看南韓 南韓呢 跟台股有點接近 只是 台股有創新高 突破這個平台 南韓還沒有 差一點點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放大一下下 也就是前波高點 它還沒有正式站上 就在這邊做震盪 那現在還是多頭啦 只是說 還在那邊壓力區 要特別小心 美股大漲 那今天也只有漲5.6%而已 差不多 那比較強的就是日本 日本呢 突破之後呢 連續上揚 拜登選上了 這個親住行情 日本是最大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說 香港 香港也還不錯啦 不過因為積極低 追破反彈上來 都要前波高點 附近 上海 就在這附近 3300附近 上下100點 3300 3400 這邊做震盪整理 比較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印度 印度 印度創新高很強 4萬多點 這個是歷史新高 所以走勢非常非常強的 那其他的 這個像是 菲律賓 也還不錯 泰國 今天也大漲 新加坡也大漲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首先我們來看看月線 月線 過高 吃掉了 但是因為現在月線還沒有收 目前來講 有機會吃掉這 三根的長上引線 包括這根的話 就是四根 突破往上 不過現在月KD 指標要再高檔 再來我們看看周線 周KD呢 黃金叫它向上 所以現在呢 還是屬於 多頭 偏多 像這個KD呢 也是一樣向上 還是偏多 只是在高檔 就是 有追高的風險而已 再來我們看看日線 日線呢 它突破了平台 昨天呢 跳空突破 今天呢 收這個線 這個呢 叫高檔的 仿垂線 而且是報大量 2400多億 那 今天上下震盪很大 但是這個缺口還沒有回補 所以呢 我們只能講說 漲多拉回整理 只是 指標在高檔 這個地方呢 趨勢是多頭 但是有追高的風險 那我們看一下 籌碼面的外資 外資呢 連續買了六天 昨天大買212億 今天呢 賣超32億 這波上漲的外資呢 貢獻很大 因為它大買超 尤其昨天 買了200多億 今天呢 調節32 還好啦 還沒有大賣超 那台灣50呢 這幾天也是買超 政二呢也是買超 那50的部位呢 現在有500多萬張 530幾 35萬張 還是很高 那前幾天呢 這個 央行說 外資呢 炒會 買股票 去買台灣50 可是買台灣50也會賠啊 如果是 指數一直往上漲的話 這個台灣50反 會一直跌 所以是用來炒會呢 還是真的避險 我們還要再觀察 再來我們看一下 三大法人 外資呢 昨天買了兩百多億 保護生買了三萬多張 聯電 紅海 台積電 金控 最近金融股很強 各位可以看到 外資開始回補金融股 123 4 5 6 7 前15檔有一半 7檔 大概是買金融股 之前賣了很多 現在開始回補 那賣什麼股票 友達群創 然後長榮 和碩 這個和碩昨天大賣 今天消息就出來了 這個外資應該有內線 這是我假設啦 說他不守規矩 違反規定 然後台積 中信金 再來我們看一下融資券 融資呢 目前的小幅減少到1558億 融券現在有93萬張 融券很高 我們看一下 他空了什麼股票 融資我們先看一下 融資呢增加長榮 有達 群創 不跟外資對坐 蠻訪 低價股 各位看一下就好 融券呢 VX 長榮 這個資真 眷真都是眷真 然後和碩 還空 昨天 這個 又要提一下 昨天融券增加了1493張 融券的餘兒才1549張 這個一定有鬼 沒事的話 手機價空了這麼多張 所以呢 這個融券一定有內線 今天有利空消息 然後東河 金寶 聯電 這個張數都不多 那融資目前呢 最高的 就是VX 跟 這個台灣50反一 就是元大台灣50反一 然後群創聯電 柳達 長榮 金光金 都是這些股票 低價股居多 那融券呢 VX 這裡面啊 只有聯電 還有 友達 其中呢 VX37萬張 所以事實上而來講 九十幾萬張 大概有一半以上 像叫這個布蘭特原油的部分 再加起來就 四十幾萬了 然後呢 ETF加起來 所以有一半 都是ETF的 所以事實上 人家講 高空力道 我覺得很有限 其他的 券只有一萬多張 大型股一萬多張 根本不算什麼 小型股就是安吉 就是這個 空單算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借券 外資呢 借券就持續的增加 現在呢 指數一直往上 然後借券一直空 那期貨也是增加 所以現在呢 已經很難看出來 外資真正的 動作了 不過我們還是以現貨為主 因為現貨買差 實際上 買什麼股票 是指數類股的 當然對指數 就會 比較正面 那我們看一下借券 空了什麼股票 是指外資 友達 宏基 VX 群創 華通 彩晶 玉山晶 這個呢 電子股這幾支 1234 金融 這個像這個都 屬於低價 長榮行 這空這些股票 合碩 空了1600多張 賣潮就肩放空 我們看一下回補的 台波 這個護身300 金元電 新光金 OK 今天新光金大漲 所以就回補 那也很厲害 目前呢 借券餘額最高的 就是 友達、新光金、群創 都四十幾萬張 新光金呢 如果翻多的話 四十幾萬張就有得補了 然後長榮、宏基 目前來講都是這些 比較偏低低價股的 再來我們看看期貨 昨天呢減少了 三千五百五十七口 好 那今天呢 減少了四百多口 我記得好像是四百多口而已 所以這個屬於 倒水位 那今天呢 賣超 今天增加四百多口 所以是這樣而言來講 你的賬還是偏多 就趨勢 電子呢 外資都是偏空 這屬於避險單 我們就 看一下就好 包括 金融的也是 那我們看一下大額 前五大法人 三十四點三 比四十八點八 一樣是賣方都大於買方 然後前十大也是 這一次 我們上次 上個月講過 這一次 跟以往 的情況都不同 都發生改變 也有可能持續一直這樣下去 就是 以前我們所看到的一些籌碼的訊號 現在都顛倒 所以還是要以趨勢為主 那期貨呢 而且選擇權 外資呢 昨天呢 減了五千多口 今天呢 減了六千多口 算是 比較多的 就是在選擇權間方面比較多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選擇權的未平常 目前 扣已經退到 一萬三千四到一萬三千五 這個地方 就是 比較大量 也就是說 可能短期的壓力就是 一萬三千四一萬三千五 那普特 普特就比較零散 一萬三千點 一萬兩千八 一萬兩千六 但是呢 都沒有破萬 最強的支撐大概是一萬兩千六 大概一萬兩千八 目前因為還是多頭四的關係 指數呢 還有往上再衝的機率 那我們看一下ADL 目前指數創新高 ADL並沒有創新高 雖然這波漲上去 ADL上來 其實呢 漲上來 你選錯股票一樣是賺不到錢的 其實高檔難做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 類股輪動迅速 那漲的股票呢 又不是你一定漲的 然後跌的時候呢 又很害怕 因為指數在相對的高檔區 除非你是低檔 能夠持續的爆 多頭沒有改變就爆 那我們看上跪 上跪呢 這波指數沒有創新低 ADL創新低 反彈過這個高點 ADL也沒過這個高點 一樣它也是出現了這個問題 這都有呈現背離的現象 容易賺指數賠差價 那我們看一下 三大類股 目前呢 指數創新高 可是電子股未創新高 沒有過這個高點 當然最主要原因就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今天跌很多 跌了7塊半 然後金融呢 這裡呢 有跌升滿台 目前在上的季線 那 這一波呢 金融呢 有越走越強 我覺得 這波可能以金融傳產為主 電子股可能會休息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這是傳產股 傳產股呢 創新高 然後呢 金融股呢 也從底部一直往上漲 所以這一波 最主要指數帶起來是 傳產跟金融 那各位要去思考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傳產金融拉完了 那就要小心 因為呢 每一電子上是漲最久的 如果大家傳產金融的時候 指數會在上漲 可是呢 大部分 投資人所有的股票 這電子股 就要小心可能會拉回 那麼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基本上來講 還是高漲震盪整理 目前跟台 跟美國的ADR 還差10個 百分點 也就是 ADR溢價10% 還是很高 所以它只是用來控盤 它如果 再往上漲的話 重新高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它只是一個控盤的工具 那因為昨天 台積電跌了2%多 我們台股今天跌了1%多 這有點反應 那其實它主要在這邊 區間震盪就可以了 那台股指數會越墊越高 那聯發科呢 這裡呢 來挑戰前波高 沒有又回來 手際線 基本上來講 聯發科可能也是高漲震盪 它跟指數的相關性也很高 大力光這一波呢 也是跌真滿彈 跌破3000了 很多人下去搶 那低檔爆炸量 低檔下去搶以後 這邊已經組了一個小W底往上 現在呢 來挑戰季線 雖然大家都很看不好它 不過它慢慢的 已經有足底的跡象 慢慢走強 鴻海呢 就在這邊正浪打底 那打很久了 三個多月了 那這個缺口目前還回補 再也屬於低基期的股票 聯電算是比較強 這裡呢 爆出來了一個 天量六十幾萬張 創新高之後呢 出現拉回 那注意一下就是 它這一波跌呢 有跌破前低 那反彈呢 目前來講還沒有過高 要小心 那因為 這一波反彈如果沒有辦法過高 那它就要去整理 整理時間可能會拉長 因為現在的量已經開始萎縮 那連列這種量呢 這種股票一定要爆大量 就是量滾量這樣衝 量一旦縮了 那就容易整理 台達電呢也是高漲震浪整理 目前在月季線之間 國際呢 這個被動元件呢 強了一天 然後它是在緩慢上漲 就是慢慢的底部越來越高 那因為基期低 業績也不錯 這個風險比較小 所以資金又湧入進來 這個拉回已經可以 慢慢考慮偏多了 因為 這個底部已經蠻大的 我們看一下台數 台數呢 今天又拉一個大量長紅 然後呢突破了前波高點 屋底成功的跡象 所以再觀察一兩天 不要像上次一樣爆炸量 以後就拉回 那這裡呢 它已經有遇到一個缺口壓力 要觀察能不能補這個缺口 這個地方呢 只能觀望 不適合買 因為這個有壓力 買在壓力區域風險很大 除非它明天跳空 台化也是一樣 也是爆炸量 今天都是傳染股上漲 台數的話 今天又要不是因為這些股票上漲 今天指數可能會跌超過一百 因為台積電跌七塊半很多 還有金融股 今天也上揚 富邦金 國泰金 就是把金融傳染的指數都拉起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盤的大綱 第一個 台股跳空突破了一萬三千點 今天呢收高檔仿錘線 這個仿錘線呢 就是變盤線 今天的低點呢 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 就要小心 要拉回整理 也就是高檔出線仿錘線 這個就是 要小心的訊號 那目前來講 軍線還是多頭 五日線不破 那還是偏多操作 漲高但是不要隨便亂空 因為多頭還沒有漲弱 就是水高有風險 那短線的支撐呢 我們先看 12800 壓力看 13300 所以 就是等短線的支撐跟壓力 所以拉回理論上來講 應該還是可以偏多啦 就是 能不能拉回這麼深 不過一般來講 突破了 不太適合拉回 不可以拉回來太深 那現在指標呢 可以一直已經超過80了 所以這裡有最高的風險 比較好的做法 比較強勢的做法就是 指數拉到13300 3400 然後回來守 13100 或是13000 最好是守13100 不要補那個缺口 過高以後拉回 那因為13000是 之前的壓力 然後回來守 回測一下再往上走 這是 最好的走法 也比較強勢的走法 那因為現在指標在高檔 那因為漲超過13000 只有超過一點點而已 這裡還是要有小心假突破 那因為今天高檔收仿錘線 再提醒一下 三日不過高 或是跌破仿錘線的低點 這個多頭都要小心一下 第五個 11月9號的缺口如果不補的話 有機會怎麼樣 再繼續挑戰新高 這個缺口要注意一下 那今天呢 沒有回補完 有去碰一下 但是又拉上來了 那這個缺口 不補的話 當然就會繼續挑戰新高 所以有機會繼續往上漲 但是不能跌 這個盤跌下去就 比較麻煩 就要整理一下 那目前指標股呢 最強的是後面這兩個 就是台塑世保跟金融股 那這兩個休息 所以傳產股跟金融是目前比較強 可是今天都爆大量 所以要觀察能不能續牆 有時候是因為他們兩個休息 所以今天拉這個 也有可能明天呢 這兩個休息 也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第七個 台股創新高呢 拉回找買點 偏多操作 拉回拉多少 我們剛剛提到了 如果能夠拉回到12800的話 我是覺得是不錯 12800 或是12900附近 可以 除非美國呢 出現大幅的拉回 現在目前還是多頭趨勢的 只是這裡呢 還是提醒一下 這裡有最高的風險 超多操心 那股票呢 輪動很快 平常大家不玩的金融股 才做世保 今天大漲 一般人也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所以呢 要賺錢 就變得比較難 那提醒給各位 那今天的解盤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